教学内容为地培们日常教学习惯 游戏规则可能有些微调整 建议的地宝们请再参阅说明书哦 本影片由多重做文创娱乐赞助播出 黄牌 黄牌是一款欢乐的文字填控游戏 由裁判选择一个题目 其他玩家要用黄牌上的字来填控 再由裁判给答案最烂的玩家一张黄牌 来试试这款会让大家爆哨有害羞的游戏吧 游戏设置 把黄色和紫色卡片分堆洗匀 放在桌面中央 发给每位玩家13张黄卡作为手牌 玩家可以查看自己的手牌 不要让其他玩家看见 玩家围绕桌子做成一圈 每位玩家有左手边 右手边 以及对面的对应位置 依照玩家人数不同 分别对照以下图示 若游戏中有出现 我左边的 我右边的 我对面的 可以直接念出对应玩家的姓名或绰号 这样游戏设置就完成了 游戏流程 由大家公认说话最糟糕的人担任骑士玩家 由他担任此回合的裁判 回合开始时 裁判抽两张紫卡 选择一张为题目 另一张则弃掉 并将所选的题目念出来 例如米长出的题目是 我都是靠什么什么 玩桌游才能获胜 接着裁判可以选择 是否提示其他玩家 他评断的喜好标准 例如要符合逻辑 通顺 有创意等等 而米长希望大家的答案要符合逻辑 接着裁判闭上眼睛 因为题目中的空格只有一个 其他玩家从手牌中选择一张 觉得最适合的答案 正面朝下放在裁判面前 位置随机摆放 不要让裁判知道哪张是谁放的 大家都放好答案以后告诉裁判 裁判睁开眼睛后 将面前的环卡一序翻面 并将答案搭配题目空格念出来 例如米长说 我都是靠带风向 玩桌游才能获胜 我都是靠泡温泉 玩桌游才能获胜 以此类推 念完后 裁判依照个人偏好来判定 最不喜欢哪一个答案 并举起该张黄牌 米长觉得泡温泉这个答案最不合逻辑 因此出这个答案的玩家 也就是碗熊 必须承认自己是出卡者 并收下这一张黄牌 文字面朝上放在自己面前 不要和手牌混在一起 除此之外 桌面的牌都放入戏牌堆 本回合收下黄牌的玩家碗熊 可以选择丢弃一或两张手牌重抽 接着每位玩家确认手牌是否有13张 不足者补抽牌 多余的则弃掉 然后由此回合裁判的左手边玩家 担任下回合的裁判 并开始新的一回合 兔兔选的题目是 什么如果没有什么 就注定孤独一辈子 兔兔希望大家的答案要有创意 接着他闭上眼睛 因为题目中的空格超过一格 所以每位玩家要依照题目的指示 来抽牌与气牌 例如抽二选二丢弃一张 代表每位玩家要先从抽牌对抽两张加入手牌 再从手牌中选择两张答案打出 最后再弃掉一张手牌 大家抽完两张牌后 从手牌中选择两张答案 将答案面朝下以许叠号 分别随机放在兔兔面前 然后依照题目指示弃掉一张手牌 接着兔兔督睁开眼睛后 将面前的环卡依序翻面 并依序把答案念出来 例如兔兔说 香肠如果没有糯米肠 就注定孤独一辈子 篮球如果没有打气筒 就注定孤独一辈子 以此类推 念完后 兔兔觉得男人女人这组答案最没创意 而出这个答案的玩家是黄猫 不论此次答案有几格 黄猫只需要售下其中一张黄牌放在面前 除此之外桌面的牌都放入器牌堆 而黄猫一样可以选择是否丢弃一或两张手牌重抽 然后每位玩家确认手牌是否有13张 接着由挂包担任下回合的裁判 开始新的一回合 挂包选的题目是 孤独的人有他们自己的什么 挂包希望大家的答案要通顺 接着他闭上眼睛 大家都出完牌后挂包打开眼睛 将面前的环卡翻面 并依序把答案念出来 而挂包觉得公车这个答案最不通顺 出这个答案的玩家是兔兔 他收下这张牌放在面前 并选择是否丢弃一或两张手牌重抽 然后每位玩家确认手牌是否有13张 接着由黄猫担任下回合的裁判 开始新的一回合 游戏结束 依照玩家人数不同 当有玩家面前累积到一定数量的黄牌时 游戏立即结束 有该玩家输掉游戏 例如五人游戏时 面前先收到六张黄牌的人输掉游戏 其余玩家中没有收过任何黄牌 或使面前最少黄牌的玩家获得胜利 若有平手 由平手玩家各自将面前的黄牌任意重组为句子 由其余玩家投票最喜欢的句子 获得较多票的人成为赢家 恭喜你会玩黄牌咯 喜欢我们的影片吗 欢迎订阅与分享哦 你们的支持是我们的动力 更多优惠及消息都在伯根地官方来 快搜寻LINEID小老鼠IBGL 或扫描加入我们吧